印尼一名妇女生下了一个,只有一只眼镜的毒眼婴儿,医生们都震惊了,但七小时后,这个婴儿就不幸叙事。 据英国《静报》报道,周四下午,来自找八岛的Atenorrianto和他的妻子Suriante在北苏门达拉省Nobse Motia,一家医院自然分娩,迎来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,是一个女孩,但这个重打五磅约4.5斤的婴儿出生时,只有一只眼睛长在前额,鼻子也没有,其他器官都完好无损。 孩子的妈妈没有接受过超声波检查,当她看到自己的女儿时非常震惊,她和丈夫一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医生们将婴儿放入重症监护室,一组医护人员每隔15分钟,就会对她的情况进行一次监测。 但她在当晚10点44分不幸去世,Manuelinato地区卫生局局长Cirifudine Susson说,这名女婴出生时就处于激情状态,因为这个婴儿也没有鼻子,医生们不得不通过嘴巴供养。 一般来说,这些婴儿会出现呼吸问题和烧心,因为他们的心率低于每分钟100次。 Cirifudine补充说道,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病例,如果她的情况有所改善,我们会把她转到医疗条件。 更好的棉栏是,Manuelinato地医生,但我们知道这种婴儿的预期寿命很短。 Cirifudine怀疑婴儿残疾的原因是接触了水银或封诊病毒,Rubelivirus。 婴儿的父母都在村里的矿井中工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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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